下一檔我要介紹的就是重量級的夜市美食 它是獲得2019年的米芝蓮餐盤推薦 評審說這間店的招牌鵝肉 肉質油嫩、白切的清甜 煙燻的香氣濃郁 和香港傳統的燒鵝做法很不同 看起來簡簡單單的店面 最搶眼的就是這大盤Bling Bling的鵝肉 老闆, 最招牌的也幫我上來 這裡賣的鵝肉分兩種口味 這一款是白切 白切的鵝肉浸在鵝的高湯裡 用30分鐘慢慢熬成 看它的鵝肉 看起來非常多汁 鵝的香味還很香 真的好像推介指楼中說的 非常軟能 這間店家提供了兩款醬汁 這個粉紅色的醬汁是他們秘製的 粉紅色的原因是因為加了腐乳 他們用了辣的腐乳, 所以會有一點辣味 非常好吃 接下來要來介紹一下煙燻鵝肉 你看到它們的皮比較焦糖色 是因為它們用了紅糖來煙燻 我們先嘗嘗就單吃煙燻鵝肉 煙燻的香味搭上鵝肉的香味 如果喜歡煙燻味的朋友 吃這個就一定適合了 除了鵝肉之外 這間店舖也有賣鵝內臟 像這一盤一樣, 就是鵝肝 很特別的地方 除了你點鵝肝的時候 其實它們也會附上鵝的心臟 這個就是鵝的心臟 看上去我平時吃的雞心 但是大很多, 對吧 這個比較淡, 爽口 這個就是鵝肝 它的鵝肝很粉, 而且非常軟 真的令人忍不住一口一口 跟著吃 啤啤啤啤啤啤